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沒有我們六千一個人順時針就好 這樣太麻煩了 那就是 好那你先 今天只拿一張卡牌 然後再 一開始不是發三張嗎 一開始一開始一開始 拿一張卡牌 我們開始訪談了 你平常 差不多幾點會起床 六點半 六點半 那你是用什麼方式起床 是自己起床還是 父母叫你起床 或者是射鬧裝 那你為什麼可以這麼早起 是自己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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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怕 是自己起床 好 不行 好 再來 好 然後平常的許多項目 不知道會造成無法 嗯 無法 他沒有騙人 客人心裡的 常備的很多項目 這是個特殊 至於外角來外角去想外角去 可是沒有一個項目 我們要做到的 一百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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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這麼多 然後這個是 這個雷拿是高度 我現在可以做的這個是 一個雞蛋形狀的人 這個可以做什麼 這個喔 就是腳色 然後下面那個是 要放在桌上有板子 那個板子上面的時候可以做 有哪些 說明一下 休息日三五月 一圓四圓 正經四季雷五四圓 就這樣 還有勒 還有 欸 他有這個 他有什麼功能 還有前進一步 然後他就休息一次 這樣這樣 好 很好 這個桌遊 是說學生和老師要去學校 但是他們 路上遇到了重重關卡 希望你能幫助他上學 接著我現在要來介紹 遊戲的圖版 這個圖版 是我本人設計的 如果需要請教的話 可以來找我 他是 用六格 來做的 是現金展用3D電印出來的 接下來來介紹 骰子 骰子有 0 一個 1 有兩個 2 有兩個 3 只有一個 接著呢 是來介紹 他的上面的道具 這個是山 這個是 炸彈 這個是 那個 便利商店 這個是 柵欄 我現在要來介紹 角色 我們設計了六種不同的角色 可以供每個人 一個人選一個 然後 這是我們設計的卡牌 地雷 暫停一次 3 都到5元 休息一次 還有再走一步 還有錢幣有50元 10元跟5元 錢幣跟卡牌都是我做的 如果需要請教可以找 好的 現在我來介紹 遊戲規則 遊戲呢 總共有8個回合 30分鐘 好 那遊戲的人數可以是 兩個人 4個人 或者是6個人 不能超過 一定要是偶數了 因為這樣子 位置才可以 對 就是這樣子 好 一開始呢 可以拿到 100元 也就是兩張50元 可以選自己的 角色 然後呢 一開始可以拿到三張卡牌 用抽的 那遊戲 一開始 輪到你的時候 你要先抽一張卡牌 接下來是個骰子 看你只要幾點 看你只要幾點 看我只要第一次 就可以選一個東西 例如說 走一步 或者呢 抽一張牌 或者使用 一張牌 來到遊戲進行的時候 每個人先選一個角色 就是這個 然後呢 放在這 這六個角 如果呢 人數不足六人的話呢 你就 把幾個拿掉 不需要按照我牌的方式 接著是 放便利商店 大家一起討論 假設便利商店 放在這裡 好 現在 繼續進行 你走到邊 如果你要在便利商店買東西的話呢 你必須要在他臉邊 意思是說 只有這幾個位置可以買 那他必須要走走走走走 走到這裡附近 他才可以買 然後 然後 十元買一張 卡牌 然後 不可以買 得到五元 還有 載子圖 接著 我們最終目的是到這裡 但是 山 接著我們要放山 如果你要 你有這個 你可以放在別人的面前 然後呢 別人就過不去這個地方 他必須要用山 交山 所以你必須要再出 必須要出一張山 才可以 才可以把這個拿掉 好 現在我來回答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呢 地雷和山 到底能不能擺在學校呢 是可以的 這樣就可以讓別人過不去 那 別人如果硬要過去 他可以用卡牌抵銷 這樣就等於說 你放一個 在那邊讓別人過不去 還要浪費整卡牌才能獲得 地雷 地雷 地雷